民進黨主席賴清德以558萬票當選 那麼也可獲得超過1億6千萬元的選舉補助款 而民進黨在17號的中常會也曝光了補助款的用途 發言人張志豪轉述 主席賴清德在會議中表示 總統選舉獲得約1.6億補助款 將分三份等處理 第一部分提供給社會做公益使用 過去從國代到立委 選舉補助款都會捐出做社會公益以及公共使用 而第二部分提供給創黨或建黨黨員生活落實照顧 以及給年輕黨工要出國歷練深造的獎勵金 第三部分則是以規定要回捐給黨 2024總統大選落幕國民黨再度吞敗儘管成為國會最大黨 但黨內逼宮聲浪還是不斷 而認為黨主席朱立倫要拂起政治責任 而對此朱立倫17號在中常會中就表示 會忍辱負重奮戰到任期結束 跟大家報告這一次擔任黨主席這段期間 這是我從政二十幾年來最艱難最辛苦的任務 絕對沒有任何的光鮮亮麗 沒有吃香喝辣 每天都是耗損負戰承擔付出 我可以一走兩隻毫無眷戀 但是我聽到更大的聲音 要求我要鑑定的留下來 扛下來不可以一走兩隻輕痛愁快 對於國民黨這一次在總統大選當中敗選 深藍行動聯盟 就是大家現在看到的這一群人 他們昨天就搶在下午國民黨召開中常會 就是在剛剛大家看到那個朱立倫講話之前 他們就在黨中央前面召開了記者會 怒嗆要朱立倫下台 甚至他們還提出了三點要求 哪三點要求呢 其中包含了 第一 他們認為要降低黨主席的競選資格 第二 要取消巨額的保證金制度 第三 則是廢除黨代表的制度 朱立倫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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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敗選下台是天津地獄的 開口號 你也這麼怕 我再丟給你 對啊 你才要反彈 你是不是中華民國的人 敗選下台 敗選下台是天津地獄啦 對於國民黨這次總統大選敗選而黨主席朱立倫表示自己會一肩扛下 而且會奮戰到任期結束 不過周壽康就表示朱立倫的去留 他沒有意見 但朱立倫既然要留下應該要有破釜成舟大刀破釜的決心 趙少康表示朱立倫到底去留自己決定 他沒有意見 黨主席現在確實不好做 黨也沒有什麼資源 但朱立倫現在還是該提一下未來要怎麼辦 國民黨如何轉型 把黨帶去哪裡 給青年什麼希望 組織如何改造 趁這個時候痛定思痛 趙少剛提到朱立倫既然要留下來 就應該要有破釜成舟大刀破釜的決心 否則都是假的 朱立倫之前上任時也說要邀集大家討論 但到最後也沒有邀集 現在真的要聽大家的意見 把國民黨從組織目標做法如何符合社會正義 如何有希望做不到的話未來兩年就浪費了 而民眾黨總統候選人柯文哲敗選 民眾黨副總統候選人吳新穎就坦言 開票之夜時他有點想哭 根據聯合新聞網報導 吳新穎17號接受專訪時提到 其實1月13號開票之夜他有點想哭 覺得讓支持者失望了 他還提到若從企業走度來盤算 藍白不合贏的機會算低 畢竟是藍白評分60%的選票 氣保也無法氣乾淨 即使是一般民眾也知道綠營贏的機會最大 不過選舉落幕之後 吳新穎雖然比較少在媒體面前露面 但他不忘承諾 仍會持續透過臉書分享政治的理念 他談到數位化政府資安的重要性 認為這次大選引起全球主要媒體的關注 除了看到台灣民主成熟的優點 也見證了投票老派的缺失 因此希望新國會在未來一年內 能通過電子簽章法 並在2026年選舉實施不在即投票 才是保護台灣公民權益的重要進程